大家好啊 这个新发地啊 原来叫新坟地啊 新坟地 在这个明末清初啊 在北京西南方向啊 有一片坟地啊 由于长期有勘坟人居住 逐渐形成一个村 村名呢就叫新坟地啊 1958年坟地被填平 这个开辟为农田 改名为今天的新发地啊 这个有人说啊 新发地的意思是 新冠病毒肺炎的发源地 新冠病毒的发源地 我都不稀罕 跟你们没读过书的人解释 北京新发地是地名 新发地批发市场 供应北京70%的蔬菜水果 这个 叫新坟地啊 这个不新鲜 北京啊 叫坟地的太多了 跟坟有关系的 最有名的公主坟 是吧 这个西三环公主坟 东边的CBD八王坟 是吧 北四环旺京这的六宫坟 是吧 新街口外小西天的索家坟 哎呀 叫坟的太多了 坟就是坟地 是吧 旺京花园 现在叫高校花园 好多大学老师住那 原来叫四盒庄 四个坟券子 合一块 四盒庄 叫坟地的地名太多了 另外呢 让这个地名雅化 就是文质彬彬的 比较雅致一点的 这个在1949年以后 做了大量这个工作 我随便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 有个王广福 斜接 王广福 你以为是姓王的 叫王广福是吗 或者是姓王的 广州人 然后娶了个福建媳妇 福州媳妇 不对 叫王寡夫 斜接 王寡妇 王寡妇不好听啊 是吧 这个 还有什么呀 北京市有名的雅宝路 雅宝路 雅宝路呢 有大雅宝胡同和小雅宝胡同 我在那上过学 是朝阳区职工大学 有一个推销员培训班 我在那上过课 那个雅宝路 为什么叫雅宝路啊 过去叫雅巴路 雅宝路是后来的 解放以后 后来叫大雅宝和小雅宝 大雅巴小雅巴 后来不好听 所以改成这个名啊 是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这个完全是 是是是是 是一个巧合 那那个病毒 新冠病毒最开始 大规模爆发 是在武汉 那武汉是热着了吗 是吧 大热天的捂了一身汗 穿的厚了吗 是吧 跟这没关系 跟这没关系 所以 大家要小心了 啊 啊 好